生活是一面镜子,你是什么样子,它便呈现什么样子,爱人者,人恒爱之,敬人者,人恒敬之,人生在世,离不开为人处世的分寸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知人不平人,知识不声张,印度古代哲学家白德巴有一句名言,曾经流传许久,能管住自己的舌头是最好的美德。 人与人交往,张开嘴巴就收不住的人,看似能说会道,其实最无成效,能忍住口舌之欲是成年人最大的聪明。 如今,很多人都有一种习惯,根本不懂别人的处境。 就用自己的眼光去随便评价别人,记得在有一期的《奇葩说》中,马威威一改以往犀利强势的风格,敞开心扉,吐露了自己多年来遭遇的网络暴力,还一度落泪, 很多人都为之动容,可这时,高晓松云淡风轻地说了句,你那不算什么,我们被骂得比你惨多了。 我当年上学时,身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,有个社友总是和周围格格不入,大家约着出去玩,他不去,同宿舍的聚餐,他也借口推诿, 平日里更是能省则省,不少人都说他小气,甚至还四处宣扬。 直到后来才知道,他母亲一直重病,省下的每一分都可能成为救命的钱,是的,许多人已经习惯了用一句轻飘飘的话去否定别人, 根本不知道对那些受过伤的人来说,最大的爱意,莫过于不评价,也祝福他们的幸福,而不随意评价他人,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基本素养。 海明威曾说过,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,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。 记住,未经他人是,莫论他人非,不随意评价他人,是一种修养,更是一场关于自我的修行。 朱子清先生说,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,用得好时,更是一门艺术。 成年人的世界里,需要的不是随口将来的评价,居高临下的指点,你死我活的争论,而是恰到好处的分寸,和恰如其分的沉默, 人生如其,落子无悔,多听少说,学会闭嘴,三毛曾说,朋友之间,分寸不可差诗,很多时候,把朋友推远的,恰恰是自以为是的帮助和照顾,点到为止,这是做朋友的分寸,一个有分寸感的人,从来都明白,关系在亲密,也不可随意窥探隐私,轻易干涉私事,人前不炫,真正有涵养的人,无论自身有多大的成就,从不会刻意夸炫。 只会更加低调处事,炫耀是一道耀眼的光。 照亮自己的同时,往往会灼伤别人,当你锋芒毕露,周围人就站在了阴影中,一个人喜欢炫耀,其实还是源自于骨子里的不自信,他们希望通过别人的艳羡,肯定,来增加自我的肯定。 庄子说,举事欲之而不加劝,举事非之而不加举。 真正对自我有明确的认知,充满自信的人,不论是面对别人的夸赞,还是诽谤,都会心如止水。 一个充满自信,不在乎别人夸奖和非议的人,自然也不会去炫耀自己,为人低调,看似平淡,实则呈现出的是一种大气从容。 高深的处事谋略,得而不显,贵而不炫,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,更是一种从容的状态,交浅不延伸。 古人云,可语言而不语言之言,诗人,不可语言而语之言,诗言。 智者不诗人,意义不诗言。 在人际交往中,有多少人就会在交浅延伸,上个月办公室新来了个90后小姑娘,人眉嘴甜,开朗健谈,很得同事领导的喜欢,但过了一段时间,情况就变了,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疏远她,小姑娘没啥别的毛病,但就有一点不大招人喜欢,太不把自己当外人。 同事小美的老公去美国出差,回来给小美带了和娶妻,热情的小美,就带到办公室,给大家伙都尝尝,味道确实不错,吃过后,大家都向小美表示了感谢,再夸夸夫妻感情好,只有这个小姑娘,竟然跑去让小美老公,还问问能不能托人买到,她也想买一些,听后不仅是小美,我们也是已惊,虽说也不是多大事,可是你跟人认识才多久, 就这么不把自己当外人,随意给别人添麻烦,可不是半点分寸感都没有吗?诸如此类的是不胜美举,譬如看见女同事的口红好看,上嘴就涂。 不顾男同事在忙碌,就让人帮忙修电脑,大肆宣扬同事的心恋情,随口吐槽自己的糟心事,娇浅延伸的人,从来容易自来熟,他们从不把自己当外人,喜欢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展现给对方, 也不介意给别人添麻烦,但却不想,这可能越过了对方心理设置的防线,而一个真正有分寸感的人,交钱从不延伸,甚至亲友密集,也懂得保持距离,人上不傲,谁满则意,越赢则亏,人一旦变得自满,骄傲了,也就离失败不远了,所谓,一瓶子不响,半瓶子晃荡,一个人的傲慢。 多是来源于无知,真正见识过世界广阔的人,往往会游脸草木青,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,人活一世,机遇转腾,站在山上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。 因为,人家也会有爬上山的时候,唯有保持低调谦和,时刻看清自己,我们的人生才会走得更顺利,更长远,一个人要有傲骨,不可有傲心。 人生在世,最继傲视灵人,得势不傲慢,有功不自大,保持谦和温润,这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,也能获得持久的尊重。 曾国藩有言,天下古今之才人,皆以一傲字致败。 谦逊收敛的作风 是一个人立身立心的准则,最为浅薄的是,身居高位,却目中无人,狂妄自大,到头来只会引火自焚,惨淡收场。 年庚瑶早年仕途顺畅,入朝为官,一路升迁,他的好战,善战,不光让士兵们敬佩,就连雍正都对他礼让三分,在平定西藏,青海等地的战乱时,更是表现出了非凡才干,得到了雍正的重用。 随着权力的日益扩大,年庚瑶越发不懂得收敛,恃宠而骄,引起群臣的不满和嫉恨,甚至在雍正的面前,他也肆无忌惮,毫无君臣之力,年庚瑶以职务之变,收受贿赂。 结党营私,雍正愈发不满了,于是找借口罢免了他的官职,年庚瑶失事后,群臣纷纷弹劾他,最终落得身败名裂,家破人亡的下场,成熟的盗骨都懂得弯腰,挺直的脉杆,却无法抵挡风雨,为人处事。 若是不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,妄自尊大,就会被他人视为眼中钉,肉中刺,除之而后快。 倘若保持一个虚怀弱骨的心态,以谦恭的态度与人相处,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行,这样的人才能走得更远,人下不卑,道德经,终讲,贵以贱为本,高以下为基。 人本无贵贱之分 不因畏高而自以为是,不因畏卑而随意贬低自己,齐国向国燕子出使晋国的返回途中,遇见一位气度非凡的奴隶,便上前询问,那人如实相告,我是齐国人,名叫岳石傅。 三年前被卖到赵国做了奴隶,燕子对他十分赏识,便为他赎身,并带着一道回到了齐国。 燕子到家后,毫不理会岳石傅,静止下了车,走进了屋子,这一举动让岳石傅十分恼怒,决定与燕子断绝交往,燕子百思不得其解,问道,我将你赎了出来,让你重新获得了自由,应该说我有恩于你。 为什么这么快你就要与我绝交呢? 岳石傅回答说,你花钱把我赎了出来,是你的好意。 我接受恩惠,不代表丢掉尊严,你不能因为给予恩惠,就不尊重别人。 我还是回赵国,做我的奴仆好了。 燕子听了岳石傅这番话,深感自己的言行,确实有失礼节,赶紧弯下身子,向岳石傅施礼道歉。 他诚恳地说,之前只看到了你不俗的外表,现在才真正发现你高贵的内心和非凡的气节,请原谅我的过失。 从此,燕子开始将岳石傅视为贵宾,对他礼遇有加,最终两人成为了身交好友。 身处低位,不卑怯之人,宛如披上一层厚厚的盔甲,针扎不穿,水泼不进, 他们带着一身傲骨,行走在天地之间,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,正所谓,人不可有傲气,但不可无傲骨。 那些心中坚守骨气的人,无论遇到什么境遇,也会从容不迫地走好自己的路, 人生是一场修行,携一身正气,向内寻找力量,才算不负此生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感谢观看